REMAX RELTRON地產, Tony Lai 幫你最短時間買賣最好的價錢 最少麻煩, 最肯靈驗 榮獲REMAX RELTRON地產 白金地產會大獎 Tony Lai, 是你地產的Super Guy 早安… 聽到這個音樂, 我很想去旅行 去旅行, 多放鬆 天氣這麼好 但說起旅行, 通常人家說 出外是靠朋友 對 但我覺得這句話未必對 為什麼不正確呢? 出外要靠保險 靠旅遊保險 靠旅遊保險 我覺得會好一點 更加重要 為什麼呢? 你們今天都知道 我們會談談旅遊保險 找誰來講最適合呢? 當然是來自WISE BENEFIT的Sara 跟我們講最適合 早安Sara 早安 你的顏色穿得很下日 因為要旅行 所以穿得太日, 今天實在太熱了 今天真的很熱 其實我想說旅遊保險 一來就是因為現在已經是夏天 夏天 快要放暑假 亦有很多人在計劃 我去哪裡玩 是的 你知道我很多時候都會說 員工福利 各位有員工福利的觀眾 記得很多時候 在你的福利裡 已經包含了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旅遊保險 是大部分 八成、九成的員工福利都有 就是我自己公司的員工福利 大多數都會有 是的 有張卡 你會戴上 有電話熱線 你可以打的 大家記得去檢查 不用一定不要先去買 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 是不是都去買 應該檢查了 如果沒有 才去自己額外買一份 旅遊保險 沒錯 如果有 其實已經很足夠 整家都會 應該是整家都有 那裡面會有什麼 旅遊保險 經常都不是很清晰 有些有什麼 不見行李 或者其他很悲實的東西 其實包含什麼 大概跟我們說一說 對 或者很多人覺得 有沒有需要 我要玩而已 大概跟你說一說 其實在旅遊 很多時候 有些很… 你不知道什麼會發生 我想很快地說一個故事 是 就是我有一個客人 他去夏威夷 很開心地帶子女去夏威夷 整家人去玩 整家人去玩 但是有一個滑浪的水 吸了一個老公 即是浪卷了他下去 他有一個暗流 他吸了他下去的水 差點死了 要用飛機浮出來 就變了很大的 突然間整家人 不知道怎樣 小孩子很小 每個人去玩 一個很開心的心情 對 突然間是一個 不是很多人的島 就變成這樣 就變成 他在家裡打電話給我 因為他有旅遊保險 就變成突然間 我太太可以在哪個Hotel Stay 不用錢 小孩子吃東西 即是可以包含 他的extended stay 對 因為通常你不知道 如果發生這麼大的事 尤其是這件事 你不會知道他要Stay多久 住院要住多久 對 沒錯 所以我想跟大家觀眾 去過幾點 包含什麼 所以讓你自己決定 剛才我說過 你去旅遊保險 第一件事 就是 可以有24小時的熱線服務 24小時 24小時 無論你去到哪裏 你都沒有問題 你都沒有問題 打電話回到加拿大 世界各地 世界各地 每一個地方都沒有 就算你沒有錢 就算你沒有錢 要不就10000 如果你在美國 北美 但如果你在墨西哥 其他地方 他有一個集團 可以在這邊付錢 也可以 24小時 24小時 還有7天 所以很方便 他就會立刻幫你 解決你的問題 因為意外發生的時候 你根本無法預測 可能是3時 對 不知道打給誰 對 另外 如果你有需要 可能你要延遲10天 遲些才可以 遲些才可以 他會 特地飛回你回家 或者如果你 因為意外 要去另外一個醫院 才可以 他都會 搬送你去那裏 轉軟費 都包在那裏 包在那裏 另外 剛才我們說的 酒店 吃東西 吃東西的費用 也包在那裏 吃東西的費用 也包在那裏 是 因爲你這個意外 而出 導致你要留在那裏 導致你需要留在那裏 以及吃東西的費用 它是大部份包的 但是有一個限額 在那裏 每一個合約都會有一個額 你要看你的合約 那裏 是挺理解的 應該就是 救你吃飽 救你吃飽 就是叫你去包三次 肚妹 差不多不走 當然不是聖級的飲食 你完全不需要擔心 你是那裏的食宿 應該這樣說 沒錯 沒錯 另外 每合這個安散 對 家人 剛才我們說 家人食宿包 不僅包 發生事故的人 即使是你家人 都會包 包 最重要是這件事 你自己發生意外 但你家人 其實影響很多人 是 剛才這個家人這一點 其實有另一個 連大的利益 是 就是 如果你突然間 你自己一個人 他會飛一個家人 去看你 即是如果你不是 跟家人旅行的話 是 所以是一個 都很大的利益 是很好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小 小的東西 直至你發生 是 有另一個 還有 譬如 你可以在安省 是 或是 BC省 在安省有歐協 是 歐協 歐協 外面 歐協會有一點 是 但你去 旅遊保險 你不用自己去歐協 先去歐協 然後再去歐協 他會幫你做 一次過 一次過 他自己會跟歐協 那就方便 對 尤其是自己的田荒 對 你只需要 一間店 因為你已經有事 還這麼煩 就很煩 是 租車方面又如何 對, 很多時候 譬如很多人去 Florida 去Disney 或者去玩 我租了一輛車 駕駛了二十多個小時 突然有事 那怎麼辦 真的不回來 他會幫你送車 回去應該的地方 那就不用擔心 對 Sara, 很快跟我們說 說了那麼多 你說保險所包的東西 如果我們出了一個旅程 去兩個星期 大概那個價錢 會是多少 買一個這樣的旅遊保險 去兩個星期 看看你的稅數是多少 OK 譬如你很年輕 大概 大概 幾十塊 幾十塊 有時候真的不要為了 省這幾十塊 幾十塊就有這麼多服務 對, 如果年輕一點便便便 年紀大便便便便 所以我想大家有時候 如果有需要的話 真的不要省這幾十塊 對 尤其是暑假已經差不多到 很多人都會一家人去旅行 所以出外之前 記得考慮一下 要買旅遊保險 買保險 買保險 便可以玩得 安心點 或者檢查你的員工福利 因為可能會包起來 沒錯 好, 今天我們先謝謝Sara 謝謝Sara 謝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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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